国家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 百年不变的情怀 国家图书馆文金街古籍馆院内 处理着一座石碑 卑文刻有乾隆三十九年玉笔所书《文渊阁记》 汉满门对照 原为圆明园的遗物 中国的石刻文化历史悠久 它和青铜器一样 都曾经是文字赛体 然而石刻文字刻于石头流传不变 古代人并指和墨 从石碑上垂塔出鸣刻的文字和图案 广义上来说呢 碑是济世的 铁是传承书法的 它不是刻意地去宣承书法艺术 但是不能否认 在我们众多的碑客当中 还有很多是书法大家来书写的 具有很高的书法艺术价值 我们现在所要介绍的 柳公权书写的《神色军备》 传他的产物 即踏本或称墨本 这样就出现了一类 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的珍贵文物 石刻文献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里 就有着一件 具有传奇色彩的石刻文献 它被称为柳公权生平第一妙计 是柳氏书法的代表作 它被收录李清照 赵明成康丽所著的金石鹿中 他曾为当代著名书法家 启公先生 作为链字的模板 他从北宋至今 历经千年坎坷 最终投入到 国家图书馆的怀抱中 成为国图的善本特藏 这件珍惜的文物 便是宋踏神策军备 中国国家图书馆珍藏的宋踏神策军碑 踏似唐代时刻神策军碑 神策军碑 全称为皇帝寻姓 作神策军纪圣德碑 由汉林学士崔炫奉旨撰文 集贤院学士判院士 柳公全书写 公元843年 唐武宗群姓左神策军后 设立了这座石碑 神策军是唐朝中后期 最主要的宫廷禁军 唐德宗时期 神策军人数已经达到了15万 由于经历过宫廷政变 唐德宗认为文武大臣不可信赖 便任命宦官分领左右神策军 这样宦官就控制了神策军 及其他禁军 当然了 同时也控制了长安城 及整个关中地区 从而造成宦官专权 皇权削弱的局面 这对唐朝后期的政治和社会 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神策军碑正是唐朝后期 宦官专权的产物 神策军碑的碑本 记录了唐武宗继位后 如同历朝皇帝一样祭祀天地 告祭祖先宗庙的情形 歌颂了武宗的美好德行 和他统治下的太平盛事 只是在这些赞词的背后 却隐藏着微妙的权力制衡 和统治危机 在这块沉甸甸的石碑的背后 是一位皇帝的心酸往事 唐慧昌三年 也就是公元八四三年 武宗李延即位之后 他所面临的首要问题 就是如何处理好 与宦官的关系 一位高高在上的大唐皇帝 为什么要主动与宦官修好呢 这还得从武宗之兄文宗说起 唐文宗李延是唐慕宗第二个儿子 是中唐时期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 他曾经命朝官谋划甘露之变 以求根除宦官之宦 但是这却引发了朝官和宦官的激烈冲突 而文宗也因此被宦官软禁 文宗曾立靖宗之子陈王李承美为皇太子 本意是由李承美继承皇位 这也得到了部分宦官的支持 但是文宗临终时 大宦官求是良于洪志等人 却假托文宗一诏 立引王李延为帝 这场宫廷政变导致了严重的流血冲突 陈王李承美和支持陈王的宦官太妃都被杀害了 引王李延在亲人与朝臣的血泊当中 被立为皇帝 是称唐武宗 刚刚即位的唐武宗李延 实质上并没有什么实权 掌握兵权的大宦官求是良于洪志 才是朝政的幕后操纵者 不仅朝廷大臣的任将都由他们来首肯 就连武宗的费力也在他们的掌控之内 唐武宗为了拉拢宦官 不得不借寻行神策军之计 向宦官示好 作为回应 而神策军的领导者宦官求是良 也奏请立诵圣德碑 用来歌颂皇帝的圣德英明 这就是皇帝寻信左神策军 即圣德碑的由来 通过神策军碑的碑文 咱们能够看到唐代的皇家军事制度 另外神策军碑上的碑文 还记录了同一时期 回谷韩国灭亡等事件 这部分内容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除了史料价值外 神策军碑更为人称道的是其艺术价值 神策军碑的书写者柳公全 是唐朝晚期家喻户晓的大书法家 柳公全书写神策军碑时已66岁 这一碑帖是他一生书法成就的巅峰之作 这也是北宋踏本神策军碑 具有独特艺术价值的原因所在 柳公全是唐代最后一位著名的书法家 他的书法初学王羲之 在变观唐代名家书法之后 认为颜真卿欧阳巡的字最好 便吸取了颜欧之长 字成一体 他的书法字体囚禁 落笔清朗雄秀 字字严谨 一丝不苟 在唐代民间就有六字一字值千金之数 后世的书法大家对他的评价也很高 宋代的苏东坡 赞赞柳公全的书法具有心意 一字千金并非虚语 米符则赞其次 如深山道士 修养已成 神器清贱 无一点成俗 由于石碑一诗 现在我们所见到的是 北宋时期的神策军碑踏本 也是现存于世的唯一踏本 珍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自古以来 人们总是用传踏法 保存碑文石刻上的文字 这种方法也叫做锤踏 锤踏的具体操作方法就是把纸浸湿 铺在石面上 用软刷子轻轻锤打 由于石碑上的文字是凹下去的阴刻 所以纸经锤踏后 文字部分的纸也凹了进去 然后在纸上刷墨 接下来 纸上就印出黑底白字的碑文了 把锤踏而成的踏片集结成册 被称为踏本 神策军碑踏本 就是用这种方法踏制而成 翻开中国国家图书馆珍藏的 神策军碑踏本 可以清晰地看到 碑刻书法的结构十分严整 最能体现流体楷书 骨骼开张 平稳匀称的特点 踏本上的文字 点画囚禁而赋予变化 比例凝炼内涵 神策军碑字体 被后世奉为柳公权 传世作品中最佳的书记 有流体一绝的美誉 由于高超的踏影工艺 这部神策军碑踏本 极好地传达出原作的艺术魅力 也因此成为了众多帝王喜爱的楷书范本 然而经过近千年的辗转地藏 踏本现存即五十四页 虽因当时的政治原因 石碑上的两百多字被铲掉 字迹已模糊不清 但仅就字体清晰的四百多字来看 也能深刻感受到流体精炼 境界端庄秀美的内在韵味 它的价值最大最重要的 首先是它的文物价值 因为现在在我们国内 在唐代摩年和在五代时期的塔本 基本上没有了 恐怕这一部分 不说唯仪 也是很少很少很珍贵的了 这第一个价值 它的文物价值 第一个价值 就是它的艺术价值 因为这个碑 是柳公泉写的 柳公泉是唐代四大书法家之一 是后期十大书法家 而这就是柳公泉 他的万简作品 这作品 艺术价值很高 神策军碑也是奉旨书写 故柳公泉的书写特别正宗 竭尽全力 所书之自端庄森严 较之少两年书写的玄秘塔碑 更为仓俊的精炼 神策军碑原始立于皇宫建地 不能随便传塌 因此塌本传于世间极少 据考证 由于在当时此类宋圣德碑的塌本 都会班次进城 但流传不广 原碑大约毁于宋代 古后世无从传塌 珍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神策军碑塔本 是唯一一件传世的北宋塔本 那么这绝世孤本 宋塔神策军碑 是怎样历经千年 从北宋流传到现代的呢 请看下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呼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